你也不知阿神會錯啦 聽你台上無部長啊 阿中大哥 在電視我每天兩點就看 他說那三日 我就愛到他 多三日 林確診 唱這民啊 一個所在 那邊唱歌 過去的一邊發音 一段翁樹 別共甲 去唱那一段 你也不知阿神會錯啦 將將為你打幾百語 雖然是歸歸歸歸 你現在的情況應該是說 世界怎麼跟得上台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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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下半場是這樣 我不認同這句話 太慈性了 電鍋的內鍋 這個內鍋竟然放進去 那個甲 不是不是這個補檔沒有煮飯 哈哈哈哈 來來來 蓋上這個電鍋蓋 那各位在使用的東西 電鍋一定要插解 電鍋 電鍋一定要插解 感覺蠻舒服的 真的 溫溫的 請問那個購買疫苗 疫苗是不是有可能像種子種苗那樣 就是買來以後再重新培養 還是要全部每一隻都要 由狗外引進 那兩種做法的成本可能相差多少 你剛才意思是什麼 我比較心不太懂 就是授權製造 分裝 原域授權製造 就是在 在從那個原域裡面去 培養更多的疫苗 的支數 不會這樣子 不會這樣 他們沒有在打的 我們有一點興趣 那他們在打的 我們不敢用 為了降級以後要怎麼做法 基本上在降到其他提示的時候 是一個救命 可是 它也是有它的風險 在整體的審查上面 是非常嚴謹的 他們沒有在打的 我們有一點興趣 那 他們在打的 我們不敢用 為了降級以後 要怎麼做法 要不要公布 在確診的數目 基本上 在降到其他提示的時候 很難去公布 相關的確診的數目 新增的這321例的本土案例 162例男性 159例的女性 那 校正回歸的這400案例 那 校正回歸的這400案例 陳時中 把每一天確診的本土的人數 來 播一播 變成是以前的 叫做校正回歸 反正他講的理由 藉口很多 終究就是 比如說有一天 我是721個人確診 但是我說不 我真正只有321個人 其中有400個人呢 是上個禮拜 因為檢驗塞車 堵車太慢了 所以今天才發現 對我們要回歸 所以發明了一個詞 叫做 校正回歸 之後所有人都瘋了 媒體瘋了 專家瘋了 醫生瘋了 連民進黨人都瘋了 大家都開始在玩這個 校正回歸的這個梗 大陸網友也樂了 那 我們什麼時候把台灣校正回歸 但我覺得陳時中有人講 說陳時中上市的梗更好 他上市發明叫做人與人的連結 哇這個不曉得這個梗從哪裡來的 大家自己不去找 我不方便解釋的太清楚 台灣今天搞到沒有快篩劑 是誰搞 陳時中搞 不准你有快篩劑 誰搞 陳時中搞 欸 我不是來講 是真的 金門啊 金門的縣長 之前就說 拜託啊 讓我可以跟大陸 買疫苗啊 大陸好幾支疫苗我都可以買 陳時中說 不 不行 我 只能透過我 我說買 只能我買 你沒有確定買 好 那個 金門縣長 灰溜溜溜溜的走 再來 他說不行啊 我現在金門這樣很乾淨 我沒有病毒啊 那我要想盡辦法 我要爭取跟廈門小三通 我如果能夠確保金門沒有疫情 那我就可以跟大陸小三通 那我就可以跟大陸小三通 我金門就有救啦 這金門已經垮了一年了 怎麼辦呢 所以他現在宣布一個最新的 說 從台灣 因為現在到金門只能坐飛機嘛 台灣坐金門坐飛機的 到金門一落地 你給我看你的核酸 陰性的報告 證明你是乾淨的 你才可以來 不要求你隔離 但起碼你要有報告 那如果你沒有報告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這裡免費幫你做快篩 在金門機場 不這樣我覺得聽起來很合理啊 我不做 我免費 普篩可不可以 很好 結果沒想要陳生又來亂 他說不行 你這個叫做違法 我都沒說可以快篩 你怎麼可以快篩呢 我翻譯成人類的語言 就是說 哎呀 我台灣都不能普篩 我用盡辦法都讓老百姓 不要普篩 沒有快篩 什麼都要我決定啊 我沒說你怎麼敢幹呢 我如果讓你做了 那全台灣各個地方 各個縣市都要普篩 都要快篩 我怎麼壓得住啊 只要直接表演震怒 不行 而且很低級的是 立刻下令 要把那個快篩站 你家弄的快篩站 立刻拆了 疫情當下 你現在最嚴重的事情是 病毒在哪裡 不知道 不管啊 三歲的追悼毛病 實在有很多人 他是沒有症狀 大概有三成以上的確診的人 是沒有症狀的 都沒有症狀 他就跟我們正常人一樣 但他沒有症狀 可是有傳染力 所以呢 我們才要這麼樣的麻煩 要想盡辦法把那個在人身上的病毒抓出來 所以金門新長做的是對的是好的啊 陳時中不准他做 台獨就是漢奸 台灣是中國的 這比較重要 不想做中國人的人 其實可以離開台灣 上海復興呢 他手上那個輝瑞疫苗 台灣很愛 但台灣呢 因為台獨掌控 他不能夠跟上海的中華總代理買啊 這樣他就承認他自己是中華區域 大中華區 他不能忍受 他堅持他說不行 明明已經跟上海復興簽了合約的 三千萬計了 不行不准你買 我要跟德國總公司買 十二歷史 台灣單日確診世界第一No.1 到一定的量能的時候 那些確診對社會也帶來不了什麼意義 那就不會去公佈它